前教育部次长姚立德率领北科大研究团队发表了研发成果 这结合AI科技的仿生机械鱼 未来有机会可以运用在水下探勘 水池检测 而且先前还有曾经参与过霹雳布袋戏素环珍的电影制作 蓝色 黄色 红色不同颜色的鱼儿在水池中游来游去 这几只就像真的井里的仿生机械鱼 是台北科技大学电机系团队的研发成果 主要负责人前教育部次长 现任北科大电机系讲座教授姚立德 笑着说研发的起因是因为太太不让他养鱼 希望机械鱼未来能够带来疗愈的效果 你不用去喂食它 也不用去清理这个鱼缸 可是你累了你就可以逗逗这个鱼 然后它在这个鱼呢自动还会去走到这个充电的装置 自动充电 所以它永远在鱼缸里面健康活泼的活着 这个这是这应该是蛮了异的 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做的目标 要打造如此流线外形的机械鱼可不容易 团队开始参考了多种真实鱼类 搜集分析海量的运动数据之后 使用AI技术学习模拟 再将程式写进晶片里面控制马达 不断调整改进才能够栩栩如生 北科大的仿生鱼 甚至跟霹雳布袋一起合作 参与了素环针的电影制作 穿上特制的外衣化身黄金鱼 要上大萤幕 结合AI科技跟人文艺术 实现跨领域合作 未来也希望能够御用在养殖产业 进行水下探勘 水质检测 生出小鱼 然后小鱼的这个 抚育的这个情形好不好 这一些呢 都是用我们的机器鱼下去 去进去也去看 或做水质的检测 不知仿生机械鱼 北科大也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共同成立了跨领域的台北科技大学 城市科学实验室 透过研究交流还有丰富的教材 教具等软硬体设备进行教学 希望能够培育科学研究新世代人才 记者韩英郭俊林台北报道